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今天想跟大家聊点稍微轻松的话题 在网上看到这么几条消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我们讲过中国的著名的网红 带货主播李佳琪 因为他在卖产品的时候在网上直播 他卖到了一个巧克力蛋糕 是一个坦克的形状 而那个时候正好是六四纪念日前后 所以就导致了他这个直播间被封 一直到今天李佳琪就再也没有出现在镜头前 因为政府已经不允许他再做直播 几乎可以说是全网封杀了 那么现在有人就讲出了这里边的后续内幕 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看一下 他说李佳琪的停播事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稍微结合一下内部信息给大家讲讲 第一 李佳琪直播出现坦克蛋糕 已经查明是助理造成的 一男一女 大家自己体会 李佳琪本人并不知情 二 出现坦克蛋糕之后 阿里的直播 因为这个李佳琪是在阿里巴巴的淘宝的直播的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阿里平台 他们就部门和阿里相关高层立即就窒息了 然后他们考虑尽快止损 就立即关闭直播间 同时上报有关部门 包括网信和公安系统 当晚也联系了相关部门领导 尽可能降低处罚 这里需要重点说明 就是在政府部门发现前上报 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就算你不上报 国内外舆论也会发酵 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第三 阿里的主动行为最终还是有收益的 没有导致阿里的直播功能下线 已经是尽量减少伤害了 只是他们牺牲了一个李佳琪而已 在李佳琪事件上报后 相关部门决定是暂停李佳琪近期直播内容 但是没有想到舆情发展迅速 原本的掩盖六四事件 却变成了推波助澜 让更多的人去关注李佳琪停播的根本原因 这一负面问题 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事后复盘研讨 对于停播处罚适得其反 第五 原本李佳琪的直播是可以过了六四事件之后 重新开播的 但国内外的呼声跟舆论 反向导致相关部门觉得 复播后会有第二波舆情 再次挑剔民众对六四事件的好奇心 所以决定永久停播 这个人讲的我当然无法去做核实 但是我认为是符合逻辑的 这可信度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就是政府部门他们考量的是什么 不是李佳琪能赚多少钱 他们完全是从政治层面去考虑的 就是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舆情事件了 否则的话你作为这个宣传 掌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 你就失职 你的乌纱帽可能就不保 对吧 你可能就被降职 总之 他们肯定是从政治层面考虑 不能再出现一次了 如李佳琪再次出现的话 李佳琪又会成为一个新闻人物 大家就会想说 之前为什么被停 然后又把这个事给翻出来 所以就尽量不让大家去把这个事翻出来 那就干脆一直停下去算了 这种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那么他也讲到了说 阿里巴巴的处理方式 作为一家企业 对吧 然后上面又有一个政府在盯着 而本身 这个阿里巴巴内部就有大量的 这个监管的人员 专门负责这个内容监控的 那有些人 他们甚至是本来过去 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 或者说这个政府的监管部门 跟阿里巴巴的内部的审核 他们是一直是有相通的 一直是合作的 所以说阿里巴巴看到这种事情 肯定是要立即上报 告诉政府 一定要撇清自己的责任 然后把这个事态降低到最小 就是至少让政府不要针对阿里巴巴去做什么 针对淘宝的直播去做什么 牺牲一个李佳琪换来的这个淘宝直播能够运行下去 他说的是这个直播是被阿里巴巴的这个监管部门给叫停的 就当时的这个直播就被停了嘛 那个动作实际上是内部审查 是自我审查 对吧 是阿里巴巴自己的审查部门的这个审核 那么他肯定也知道 如果出现这种坦克什么东西的话 那么会导致淤情 所以说他才会去 该关掉 然后赶快上报 但实际上他这种做法反而导致 就是这个事情越招越大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他不去删掉这个视频 不去停掉这个直播 那李佳琪一次直播卖这么多货 有其中一个货是这个像坦克形状的 然后政府没说什么 没做什么 那没有人会去联想李佳琪在影射六四 可能有啊 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可能没有像现在后来吵得这么大 因为政府没有做过激行为 没有任何人去care这个事情 甚至可能都没有人去 把这个是联想到六四 李佳琪本人又不是个谈论时政的人 他是一个卖这个化妆品的 但是阿里巴巴把他直播突然停掉了 在线几十万上百万人 突然发现这个节目没了 然后呢 一直到现在 这个李佳琪他们的偶像 他们的idol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所以大家就去问到底发生什么 很多不知道六四事件的人 因为这个事情知道六四了 从另外一方面去考量呢 就是这也说明了今天的中国是在过渡期 这个过渡期就是从过去的那个改革开放 有一定的言论空间 过渡到完全没有言论空间 这是一个过渡阶段 所以说又存在严格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同时呢 又大家能够去讨论这个被审查的事件 那未来可能是这个人就会立刻消失 然后你连讨论讨论不了 这个可能是未来的结果 随着这个慢慢的这个形势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 也特别有意思 是之前不是在中国的苏州大街上 一个女孩穿着和服去拍照 结果被警察抓走 甚至威胁她说是寻衅滋事罪 对吧 那这个事有一个后续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说8月19号晚 记者得知了 苏州警方已经将衣物归还给了小亚家人 就是个女孩 说19日下午5点 苏州市高新区 石山派出所警方上门找到了小亚的家人 双方交谈后 警方将之前没收的小亚的衣服和鞋袜 归还给其家人 并对小亚表示了关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事情本身是很荒谬的事情 政府的做法 就是这个警方做法是完全违法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任何人受到处罚 这个事情反而起到一个效果 就是让所有的喜欢外国事务的 包括喜欢日本和服的这些人 他们都不敢穿日本和服上街了 这个效果已经达到了 政府的效果也达到了 他们其实就是想要这样的效果 就是要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 痛恨日本 痛恨美国 对吧 有些人还喜欢外国的文化 重阳昧外 就是要通过这种事件来震慑你们 但是又不直接说 你这是错的 你这是不应该的 或怎么样 不这么说 因为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 还没到阶级斗争的时候 以后早晚的事 但是现在是慢慢过渡期 刚刚讲的过渡期 所以说她会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 那么这个女孩 她就是穿了和服 被教训了一顿 对吧 然后呢 写了检讨书 写了悔过书 怎么样 反正就是 最后是她错 警方是对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事情本身呢 也还是有些人不满 那这条新闻说 警方退还了这个衣物 把它说成好像是 这个女孩的家人 还得感谢警方似的 然后这里边还说 归还了衣服跟鞋袜 鞋跟袜子都给没收了 你倒没把人家的内衣给没收 这就是有毛病吧 凭什么把人女孩的 不光是身穿的这个和服 甚至是这个衣袜都要扒掉 当然他可能鞋穿着木鸡 那你袜子呢 谁不穿袜子呢 对吧 凭什么把袜子要求没收 政府有什么权利 没收别人在街上拍照 穿的衣服 我就很奇怪这一点 你有什么资格没收 你这是不是违规的行为 然后你现在又归还 好像又多么的体恤民情似的 真的觉得特别的荒谬 这种事情也就值得在中国发生了 当然了 早晚有一天 这衣服不会退还 人也不会放出来 直接直接判刑 这就是朝鲜做的事情 以后中国也会朝这个方向走的 我们看的不是这一两起事件 而是看的这个趋势 最后再说一个 也是很奇葩的事件 就是之前我不是说过 中国的反美斗士 一个著名的五毛大V 司马南 他被揭发 他在美国有投资房地产 他的家人在美国买了房子 然后呢 这个事情一直在发笑 很多人都在骂司马南 其实骂的最狠的是谁 是跟他一样的那些五毛粉红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争夺这块蛋糕 爱国是一门生意 对吧 你表现出这么爱国 你就能够骗到流量 因为今天的这个形势的变化 人民的这个爱国主义情绪 是非常的高昂的 所以你只要说爱国的事 只要反美反日 你就有流量 你就有生意 你就有广告 所以说很多人都想抢这块蛋糕 看到司马南之前这个属于既得利益了 老一辈的五毛 老五毛 他这个马仕田前提出事之后 那底下的这些小五毛都想上位 所以说狠狠的咬他 这是我之前说的五毛爱国的内卷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跳出来 来维护这个司马南 那就是方舟子 方舟子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议人物 过去什么打假 专门揭发这些人 这些名人的什么论文 什么抄袭之类的 以此出名 当然他最早的时候去反对伪科学 那个时候他还是算 我们认为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 算是公知 启蒙 对吧 给大家普及科学 把一些片子揪出来 后来就越来越变味 今天他又跳出来维护司马南 我们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司马南妻儿并没有在美国长期生活 他儿子十几年前曾到美国留学 毕业后已回中国 他其实只是曾经到美国探亲 很多年没到美国了 司马南只是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 有一次顺嘴否认过在美国有房产 在2017年有人挖出他这套房 他接受采访时就承认了 并不是多次否认到现在 才被一个金融骗子逼得不得不承认 一套两居小房子只是司马南财产的一小部分 居然成了其找后路的一大罪状 真要找后路 不是该学贪官把财产都转出来吗 你连别人跟谁交朋友都要管 这是什么意识形态 你是交友大师吗 不管是政见不同还是意识形态不同 不造谣不传谣尊重事实 不要动不动以别人家长自居 管别人私生活是做人基本道德 方舟子说这段话 看似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问题很大 他实际上是在为司马南而辩护 认为大家去骂司马南是不公道的 接别人的私生活 或者是人家是不是在美国投资房产 这是很正常的 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 你在别的国家去投资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但问题有两点 第一这可是司马南不是一般人 第二这是中国不是正常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看司马南 他是以反美自居的 他甚至是号称是站在这些 底层劳动人民这边的 他是一个左派的一个人士 大家知道吧 他是毛泽东的信徒 毛泽东思想的信徒 是要搞革命的 是要坚决反对这些既得利益 这些权贵阶层 当然了真正权贵阶层 他也不敢骂 他就骂这些什么民营资本之类的 西方资本 西方国家 他是以这个来自居的 以这个来建立人设的 而这么做 你就必须要上纲上线 给别人去贴标签 扣别人什么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帽子才行 但是你骂别人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横铃标准的 那这个时候别人骂你凭什么就要有横铃标准 凭什么在美国投资就不算是亲美 人们反感他的是他的这种反差 注意 而不是他本身这个在美国投资的行为 所以这一点要认清楚 这个时候再给司马南去辩护 只能说这是不公正 或者说实际上这个司马南和这个方舟子 他们有私交 他们其实是朋友 所以说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理性可言了 就是一股脑的支持对方 而如果你是有真正有正义感的人 你不是应该去为这个司马南这样的一个五毛大V 他翻车了你去为他辩护 而是觉得恶人有恶报 这才是真正的正义 凭什么这世界总是好人倒霉 坏人得失呢 看到这些坏人 他自己翻车 也还不是别人害他的 他自己这个前后不一 自己自相矛盾 自己一副虚伪的面孔被人揭发出来了 甚至是被很多的跟他的同道中人 被他们去揭发 被他们去批评 这不是一件大家喜闻乐见的事吗 既然你想公正公平 你就不能总是坏人能够招摇撞骗 好人这个落得七七三三 这个不行 从这其实也能看出来 方舟子给自己设了一个人设 多么的理性客观中立 实际上他也没那么理中刻 他也是有私心的 他也是有偏颇的 他也有自己那点小九九 今天讲的这几件有意思的事情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该轻松还是稍微给大家带来点轻松 谢谢大家一直陪伴我们这个频道成长 不管我们分析时政是滔滔不绝呢 还是枯燥乏味 还是嬉笑怒骂 大家都一直来支持我 非常感谢 我也会不断的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节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